哈嘍 大家好,我是長長 看我今天沒有化妝 然後還拿了眼鏡 沒有帶隱形眼鏡 就是為了來看千禧的少年的你 因為聽說好像有累點 所以 我就特意沒有化妝 沒有帶隱形 就來看這個電影 我現在已經進場了 這個庭的床極大 給你們看一眼 我是在 第八排,後邊還有十幾排 不出於意外 大家都是情敵 影片結束了 請大家自備紙巾 請大家自備紙巾 這應該是我看過中國 第一部有關霸凌的電影 之前不是還被推遲上映了嗎 剛剛確定檔期就直接上映了 我確實等了好長時間 之前公佈那個應期的時候 都到時候了 到那個時間了 它就突然就推遲了 可能因為這個題材 在我們國家還不太常見吧 但確實我覺得拍得挺好的 它 校園霸凌這個事情 就是確實是我覺得 是現在比較常見的一個問題 就千禧的演技 真的讓我有點驚艷 因為 中東與馬 就是金馬影後 我覺得說 真的是一如今往都好 然後千禧的演技真的讓我有點吃驚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看他的電影 我現在可能還有點沉浸在剛剛那個 就那個劇情當中 我覺得小北跟陳念兩個人真的是 就彼此生活中的一道光吧 一個被霸凌一個就 從小混在社會中就沒有人關心他 兩個人就 就這樣 就我挺喜歡裡邊一段一段話的就是 我們都生長在泥澤裡 但是總有人向著陽光嘛 看完就是 希望大家都要抵制校園暴力 不要成為施暴的人 如果你真的正在遭受這些東西 一定要及時的跟家長跟警察說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法治社會嘛 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們警察 相信我們大人 好啦 我要換一下心情去吃好吃的了 然後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對呀 拜拜